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受我会你手中的股票 各位观众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买卖会你的股票 我把股名大家都涂掉了 不推介 好今天台股有一点力不从信 也就是台股在这里有点感觉叫强弩之梦 也就是反弹到这里可能要告一个段落了 为什么很简单 从两个面向去看 第一个外资今天又站在卖超 上贵上市外资都是卖超 再来台币是贬值 好我们先看台币 这是大盘 从18619今年的高点 其实就历史高点下来 你只要看这一条线就好了 其实这很清楚 今天多空的转折的位置在14989 好今天最高14996所以他有来碰所谓的多空转折的点 也就是多空线 大盘今天有来碰但是没有站上去 也就是他会不会像这个或像这个或像这个 我也到时候再来观察 重点他会跟台币联动 好这是今天的台币 台币今天的收盘 也就是他叫历史次高 看到他的收盘就是我们所谓的今年的次高 贬值 贬值今年的次高 29915上一次的最高的位置是在29946 好那今天的收盘价 收盘价29915 也就是创了 创了今年以来的贬值的次高点 那代表什么 我说台币只要贬值 那就是位置卖 不是基本面不好 我常常要跟各位探讨的一个问题 有很多人 我不是说对基本面很感冒 而是你操作的观念要改变 什么操作观念要改变 好 做基本面的人叫什么 譬如说你做定额 定存 叫做定额 每个月定额的 那个基金 定存 类似定额 你每个月扣多少钱 那个叫基本面 为什么 因为你买基金 你是每个月扣钱 可能扣1年扣2年扣3年 这个叫做基本面 因为这个基本面可能就是3年或5年 那如果你今天早上 今天买股票 你可能下个礼拜要卖 我请问你 这跟基本面有关系吗 对不对 你今天买股票 你明天要卖 你月初买股票 你月底要卖 我应该一个这样讲 你在11号买股票好了 11号 10号已经公布营收了 那叫历史 你在11月买股票 然后你在下个月的10号以前 你卖股票 它跟营收有关系吗 它跟基本面有关系吗 没有 你今天买明天卖 你今天买下个礼拜卖 你今天买下个月卖 跟基本面有关系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台湾现在基本面很好 很多人 心里都认为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本利比偏低 都对 我从来不承认基本面 因为 基本面就好像游泳一样 对不对 基本面就好像你游泳 你最少要浮在水面上 那就基本面 你连水面上都浮不上来了 你跳下去就沉在水底了 那就没有基本面 基本面就是 像游泳 你最少要浮在水面上 可是浮在水面上 中午会不是只浮在水面上 你是要比赛啊 你要比人家强啊 你要拿到金牌啊 你要跑到前面啊 那就获利嘛 那它解决在哪里 解决在你有没有力量嘛 你有没有力量可以冲到终点嘛 那个力量叫什么 钱吧 体力嘛 power嘛 所以那个叫做浮水嘛 所以你告诉我大盘 台股在扁 你说大盘会到哪里 所以我说它都叫反弹 我一直跟各位讲都叫反弹 来再看 这个全部都叫反弹 第一个 这条线都还在往下 它最少要打底要上海 要撬上来 而且最少 最少啦各位 它一定要突破一个所谓的套牢区 现在这个套牢区都还没突破 就代表说它永远都是空头 看到哦 这里叫套牢区嘛 这里一定有人进来抢 结果这里没有跑 又套一次 抢股票没跑套 抢股票没跑套 抢股票没有跑的再继续套 这里抢股票的目前获利 可是它要让它站上 也就是这里的 这里的能解套 这才有回升 懂你的意思吗 看得懂吗 懂吧 好 重点在哪里呢 我们再看整个大盘 这19大类股里面 你告诉我 这叫电子股嘛 对不对 今天大盘是涨 这电子股嘛 好 这个叫生意股嘛 生意涨1.31个person 我告诉你 当行情好的时候 生意股几乎都 比较不会涨 像去年一整年 大盘 大盘涨 应该涨 涨了6000点 升级股也没涨 对 生意股真的没涨 为什么生意股 今天 非常的漂亮 涨了1.3个person 很简单嘛 今天周末嘛 对不对 好 下个礼拜 生计涨嘛 我一直跟各位讲 生计涨会有题材 生计涨政府会 有些东西会加持 那有些公司 有些公司 因为这样讲嘛 你去生计展 你一定要把你最好的拿出来嘛 对不对 那现在有的不拿嘛 你 这个 这么简单的事情 譬如说 好 你卖农产品的啦 你平常会把最好的 拿出来吗 不会吧 最少你很漂亮的 你要留 能留 留到展览的时候 再来摆门面也好嘛 或者先不要摘下来嘛 对不对 展览的时候 来摆门面啊 最基本的 所以生计展 一定会有很多利多出来嘛 所以下个礼拜 生计股理论的时候要涨嘛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叫热升嘛 再来就是没有钱 资金活水没有的话 我会请问你 好 很多人还是要做多啊 对不对 我常常讲 做空的 做空的在台股的比例里面 大概一两成而已啦 少数的啦 大部分都做多的 其实应该讲说 做多就做不了了 你跟他做空 做多最简单嘛 我讲个 做多 当然我们不鼓励啦 做多你一百万 你可以做两百五十万的股票 你做空的一百万 只能做九十万的股票 九十万只能做一百万的股票 九十万 你放空 九十万可以放空一百万吧 你做多 你四十万可以买一百万的股票 对不对 他有人要放空一百万 他必须要拿九十万 你做多 你四十万就可以做一百万的股票 做多你就做不了了 这个倍数是2.5倍 你就做不了了 你就做空 台股有两千多档 一定有多的股票 行情债不好都会有多的股票 只是你要去找而已 所以我说 有人就是要做多 那这些资金板块 如果都往少数的股票移动 那就会涨 胜益股不是吗 像我昨天讲的那一档 就像这档啊 各位 就这样子啊 这个是钻石生计的 我们叫钻石生计的子公司 看到哪里 看到这里 这已经到多久了 放心高嘛 对不对 他这个位置啊 所以这段时间你买的人 这一段就上来了 就赚钱了 其实股票不困难嘛 困难是你要沉得住气 那讲到这种生计 他昨天的法售会非常重要 我再讲一遍 生计股 你如果要做生计股 为什么生计股叫天使投资人 为什么我的会员 老实说的 我对我的会员也实在是 我刚刚在讲嘛 这是我一生的职制嘛 为什么要带领少数的会员 只做一档股票 严格来讲 这些人以前也都是输钱的 为什么输钱 进到股票市场里面 如果你进来马上做股票 马上赚钱 马上赔钱你不会玩 一定进来有赚钱嘛 心业大嘛 吃不到衣服用材 想要做生天 就心很大 农质也用 然后看到哪些老师 掌停板你就去跟 你知道那个掌停板的老师 是专门做 他是靠做生意 他是在介绍股票 他不是在做股票 我谢明清讲一档股票 他就是在做股票 就是待会很高出低进 当然不是每天 也不是每个礼拜都有 有波段就做 没有波段我们就等嘛 财务是等来的嘛 这才是正在做股票 你在介绍股票 我每天都可以介绍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也很多啊 今天涨停板总共有25档啊 我也可以挑一档 起来讲涨停板啊 然后告诉你 还有一档涨停你要不要啊 你再缴钱 还有一档是哪一档 不知道 下礼拜一涨停 我就收到那一档了 你们这个也要相信 我也没办法啊 所以我说你如果想要赚钱 我为什么 我都会很少的 可是他们都跟了 我说有的跟了10年耶 谢老师有时候 一年就一档股票而已 跟一年 一年如果你每天要赚钱 那我不不要说跟一年 跟一个月你都没办法啊 因为我有可能一个月 股票都没动啊 我有可能两个月股票都没动啊 像现在他都不动啊 像现在啊 这从4月20号打下来 严格来讲啊 各位这一个月啊 这已经一个月 你可以算嘛 这一个月啦 有没有动 这里最高我们讲 这一天啊 7月1号最高点 跟7月1号的最低点 这个月到现在 这个月啊 从7月1号的 当天的最高点 当天啊 7月1号当天的最高点 跟最低点 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超过那个高点 也没有跌放到低点 那个当 7月1号的那个高低点 高低点没有10% 这个月到今天已经三个礼拜了 今天算超过三个礼拜了 下一个礼拜就一个月 整整的三个礼拜了 三个礼拜的股价的震动都在 企业一样的高低点里面 结果他就没有震动啊 标准的股票的震动是高低点要有20% 标准的震动 他是连10%都没有就 就横盘啊 所以他根本没有涨 所以我说 你要做生计股 真的 来我还是用钻石生计的那句话 来看这里 这昨天的钻石生计 我把它印下来了 好 生计是九死一生的行业 为什么叫九死一生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 多半是短命或夭折 然后投资的心脏要很大颗 需要很长时间来等待 所以并不求稳定后利 而是追求爆发性的后利 我在这里为什么公开讲 因为你要做生计股 你要心脏要有够大 你如果要稳健性后利就不要来 什么叫稳健性后利 有些人想要进来 进来就是抢个帽子的 那种小鼻子小眼睛 你千万不要来 你来都会被修理 修理你就赔钱吧 赔钱你骂我 我也不愿意啊 所以你如果不是长线投资人 你不是天使投资人 千万不要买生计股 尤其我讲的 我要你们千万不要买 对不对 以今天来讲 今天这个位置 今天这个位置 我说我们的成本165 任何人 我每天讲很多遍 我们成本165 今天168.5 所有人 就以电视观众来讲 你们成本也是165 我又不是今天买的 我从去年到现在 我又没有说我去年的价钱 我用这一整年下来 我把它平均165 合理吧 不敢批嘛 现在也没赔钱 你们不要错啊 为什么 注意看 来 需要很长时间来等待 并不求稳健后利 而是追求爆发性的后利 我待会你就是要追求爆发性的后利 为什么 你都自己在揍 我讲到自己在揍 你没有道听徒说 你就自己在揍 我跟你讲 揍股票为什么要输钱 不是你蛮蛮 是因为跟你讲的人 比你更 比你蛮蛮蛮 会跟你讲股票的人 都比你更笨 更不会做股票 那满嘴 满嘴就打嘴炮 然后把你補单補塞 结果你本来自己做股票都不会赔 我们叫小赚小赔 因为你自己有你的概念 结果有人跟你讲 你就 这边也跟 那边也跟 他跟你讲一定是 让你看到有涨了 你才我觉得很不错 你才会跟吗 对不对 所以我说自己做不太会赔 小赚小赔 要大赚也不可能 因为你会怕 可是你听到的 都是不会做股票的 都是在介绍你股票 今天介绍你这支名字 介绍你十党 特别有一个党是很好的 他就跟你讲 我有跟你讲 真的有讲 然后呢 吃下九党他就没有 他有讲 他就不提了 他讲十党里面有一个党长 你看我有跟你讲 有啊 每一个投过党是不是这样子的吗 然后九党就不讲了 不提了 提到那一党有讲的 真的涨很多 但是那个人还算不错 涨二三十党 然后有时候停死了才开始涨 所以我为什么做一党 最重要的 有很多人会怕 说他是不是要卖股票 来 暂时生计是不卖股票 他有申报转让 结果我也给各位看很多遍了 他也不够卖了204张 然后1269张不卖 然后不卖呢 我说他不卖 他故意把它打下来 打下来让谁买 让这四个大股东来买 买了14亿 成本 成本是179.2亿 所以六月份他的内部人 内部人六月份是增加了 增加了3110张 我用179.61 也就是六月份的金价 179.61 乘以3110张 内部人用了5亿5千7百万 来买股票 六月份 这个都有记录 6月23号股东会 对6月23号是这里 6月23号股东会 内部人买了3110张用了5亿多 结果股东会 股东会的日期 这全部都更改过了 这四个人 总共用了14亿 551万来买 金价一样 就六月份就是179.21 买了 请问他不就买这套吗 当然套在这里 今天168 他等于套10块钱 你去想 总共 总共有7845张 7845张 套10块钱 一张就套1万 这四个大股东 每一个人 现在每一个人 大概就赔2000万 10块钱 7845张 不就7845张 就7845万 因为得10块钱 得超过10块了 所以平均每个人 套了2000万 我问你 你不要说 人家套2000万 你套个2万 你就 每天哭着喊凉了 那干嘛 就不要做嘛 人家也不卖啊 来 为什么不卖 来 我们再继续看 好 我再给各位看一遍 我说 请问这里 这里 有没有利多 这里有没有基本面 这里有没有EBS 这里有没有授钱金 没有嘛 对不对 没有 没有EBS 没有塑钱金 股票涨上去 跟基本面没关系嘛 那请问 EBS也还没 营收也还没 塑钱金也还没 那叫什么 连成长期都还没嘛 对不对 现在也不是成长期 现在还在 我们叫炒创期 股票有分炒创成长跟成熟嘛 那我说 为什么他不卖 他讲得很清楚 看这里来 好 就记者有问他 何时退场 那赞史生计的董事长说 并不会在一个公司成长期 就出清手中持股 要等到公司成熟期 才会 等公司成熟了 不会成长了 才会慢慢出托持股 临近退场后 当然是如果他还要 有争执机会 会回头 转过头来再投资 也就是 不会在一个公司的成长期 就出清手中持股 要等到公司成熟期 而且不会再成长了 那这家唐康廷有133个专利 他请问有哪一个专利兑现了 兑现才有叫成熟嘛 就好像你种水果 你摆起来买了 成熟了 买了 有钱 有钱 他们就成熟 你还长在树上 你说他们在卖狗药 长在树上的水果卖有钱吗 没有人要好不好 不要说没有人要 有人要 但是价钱不好 对 我小小的我卖你干嘛 我已经做好了 已经长出来了 我都要成熟 我卖你价钱很好 你是要跟我买一定会低价买嘛 谁要卖 所以人家不会卖嘛 这讲得很清楚了 在这里 再看一遍 长期初清 成长期就会初清 不会在公司成长期就初清 会等到公司成熟期 而且不会成长 不会成长的时候才会慢慢出 所以我说这里叫假期行动 什么叫假期行动 我每天都告诉你 为什么它量都很少 而且每天其实现在每天都有一个户头在卖 不同的户头 像今天有一个散户卖的101张 昨天一个散户卖的60几张 这些都获利的 因为现在卖股票的人都是获利的几乎 那有些会员就问我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卖 那大部分的会员的信誕说 他如果不卖就不跌 其实也没怎么跌嘛 今天168.5嘛 对不对 都在核里换 我说都还在7月1号的高低点之间 那我问你好了 我说如果你是空盘者好了 你现在要不要涨 对不对 你如果是空盘者好了 你今天你要不要拉 我给各位看今天好了 今天 今天有一个散户卖 在这里 叫本亚 这是很多的 这个叫 这是交易商 这还不是综合建商 卖了101张 所以他今天跌嘛 那有的卖我就很高兴啊 为什么 像有单 如果单一的那种 零不见经算 本来你也没听过啊 那种小建商 有些以前买的 对不对 譬如说他买了 他就买了以后 没人发现现在行情好 他想要换股 现在卖都赚钱喔 好 那我问你好了 如果你是个控盘者 盘是你在控的 你今天要不要把它拉上去 拉到190 拉到200你要不要 你一定说 我没在看这个人要买 对不对 他要卖 他要卖 包括昨天我们说第一银行 都有一个 所谓的散户 都有一个散户在卖 所以他人家就不会往上 单一的散户 就昨天 人家卖73张 我昨天讲过 这个才正常的 有单一卖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散户 单一就以前买的 但是他们是赚钱 应该没赔钱都是这样子 好 那我还是问你 问到重点 假设你是控盘者 你知道现在有人吗 因为这种盘在这里 就是一直自喜自喜 量一直收收收 让持有股票人受不了了 我问你好了 请问你受得了像这种盘 压在那里 不涨 然后也没有量了 你受得了吗 你能忍受多久 除非你是我的会员 不然的话 我说看电视的人 你住不一礼拜 你住不一礼拜 也住不两礼拜 像我常常在讲的 你早会过三个大丘 你也过不过乎乎乎 因为那个压力 一直忍忍忍忍忍到 哇 西楼大桥很长 我已经过了 然后已经 还过天空了 结果呢 结果前面还有一个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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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s 下雨 你串离这 owner 連小小的後衛可以你都下不過 所以我說你有股票你撞得住嗎 不會嘛 所以你要去了解控盤者就是在跟你們鬥志 他就是要慢慢的讓你們受不了 然後量一直收收收 就壓在這裡 你告訴我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7月1號的高低點 7月1號的高低點 7月1號的高低點 今天已經7月22號了 從7月1號的高低點到現在沒有 沒有任何一天高點夠了 7月2號高點 也沒有低點破了7月1號的低點 那叫做什麼 那就是大家英雄比氣場嘛 所以我說本來今天散戶賣嘛 就是要讓這些散戶手上有50張100張的 5、60張的散戶賣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些不參加我的會員 你就讓他們先賣 好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談 休息就再回來 本節目不推責任何股票 好 鑽石生計它的滑收費的重點在哪裡 我們先看來 這叫合一 合一可以從3月27號109年 從249我們算25塊好了24.9 各位 這樣漲到7月10號幾個月 可以跟你漲到405塊 從25塊 就從25塊漲到405塊 我用收盤不是最高價啊 這樣幾倍 16倍 好 那我們看這裡 鑽石生計的今年 展望今年 最終的第一個就是合一生計嘛 第二個就是我們這種 彈抗體跟永生嘛 那彈抗體跟永生 它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這什麼時候會併出火花出來 下禮拜是生計展喔 特別留意 有股票的打電話參加會 明瞳一個聲 再會 有股票的打電話